富邦藝術基金会 其实一直不是只是做粉二丁这件事 其实做的真正的意思是 要做艺术介入空间 这样的一个概念 用纤维和软铁丝打造富有轻盈感的人造花朵 在宛如白色盒子的展览空间中摆荡旋转 这是瑞典艺术家Urika Birch 和空间的对话 他用一样这个纤维的方式 就代替他的画笔 做出很多很漂亮 像你用sketch 画出来的线条 你要特别注意他在墙壁上的投影 那他也告诉我说其实实体的这个花卉 只是他把他想象中的线条立体化了 其实他真正他的线条是在墙壁上看到的那些影子 黑色影子 我觉得美轮美奂 除了在室内的展触 在台北东区已经举办十届的粉乐丁 更会和公共空间对话 这个金融总部大楼就以艺术底标闻名 其实整个图案是很有意义的 因为他觉得粉乐丁是每一年只有在暑假出现 然后这是一个梅雨季节很多的时间 所以他认为粉乐丁是一道彩虹 然后但是他给了我们两道 韩国艺术家全其秀 他创造的Donguri角色 要上台北天际线 为十周年的粉乐丁献上祝福 送上两道彩虹 他觉得双彩虹是更困难的 就是他去强调说 能够在台北市这么小的一个地方 然后有企业愿意资助这件事情 是非常的困难 就是那些连移象征是影响力 他希望这整个事情 这个美好事情 就像这影响力可以一直延续 那你看到有一个人的倒影 跟他小狗的倒影 这件事情他自己是告诉我们说 reflection这个 他希望我们基金会永远都要记住 这件事情就是莫忘初衷 这是艺术家为粉乐丁十周年 量身定做的作品 他祝福粉乐丁完成了阶段性的任务 我们只是觉得街区的事情 可以告一段落 并不表示粉乐丁他就即将结束 他以后有可能慢慢地变形成 更介入生活更深的 因为我们希望艺术能够介入 在人的生活当中 所以他的下一步有可能是 粉乐hotel啊 粉乐办公室啊 粉乐学校啊等等 就是艺术他应该无所不在 但是粉乐这件事情 就是还是我们的中心组织 分享 然后艺术带给你快乐这件事情 是粉乐丁的一个很主要的精神 粉乐丁是每年夏天台北的五强美术馆 提醒我们艺术就在生活中 基金会总干事熊传会说 粉乐丁一开始就是一项十年计划 我们停了很久 所以你会发现01年到07年才开始 那07年开始的原因是 很多人记忆犹新 你在台北的那个 跟作品预见的那个经验 很多人就提出来说 为什么这件事情不能成为一个永久续办的活动 那透过文化局很多很多很多的专家学者 给我们的建议 所以我们就决定变成一个十年的计划 所以今年其实是完成了 那个十年计划的一个Promise 遍布市区的艺术展览 持续替台北街头带来新风貌 粉乐丁也在十周年获得一项大礼 成为台湾第二个 点藏在Google虚拟博物馆的艺术计划 他们觉得很酷 无强美术馆在台湾这么早就风行 然后有个企业推动这件事情十年 刚好这是十年 给我们自己一个很好的礼物 就是我们把所有的这个内容 继台北故宫之后留在云端 就好像我们大家共同有一块记忆体 是放在云端的 虚拟博物馆留住粉乐丁 在云端上永远保存这个艺术精神